我们现在先回来看刚刚的资料 首先 你的资料应该会发现一件事 我们取得进来的资料 它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我们的资料原本应该都有栏位名称 举个例子说国家就是国家 绝对不会叫什么Column 11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做一件事 把它证明回来 更正它的栏位名称 以前要做这种事情写程式 现在你用Tower BI不用了 很简单 一个按键就做完了 首先你要知道 要在哪里做 我们这一节课都是在所谓的 Power Query 编辑器里面去作业 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想要进行资料清理这件事情 我们就点选1 常用 2 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3 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这个转换资料 这个转换资料它分上面跟下面 上面这个图示是指这一堆里面最常被使用的功能项目 所以就是用转换资料 好 这是第三个动作 请点 有做完吗 要跟上 就是你笔记回去再抄都无所谓 但是你要跟上 因为真的做的动作不多 再接下来 首先 首先 我们在这个地方 以前都是像我刚刚是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学会常用底下的功能 可是 可是你要知道 我现在要做的是这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的一个管理 这个资料内容清理这件事 那它本来叫什么Source.Name Column1,Column2,E此类推 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一个镜头点CSV 统计其国家地区别 总计活动物 活动物 好 这个卫生单位一定不会翻成活动物 它就会直接用动物 听得懂吗 不同单位真的有不同的一个命名方式 好 这边 这个叫植物 好 植物里面 它又有区分 有脉类 好 以此类推 反正 这一列 这一列叫做资料 可以吗 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对吧 功能在这里 但是我建议你们要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这个资料的一个管理 不是在左上角 就是在右上角 所以不要再去这个地方找功能了 即将这边会慢慢消失掉 我甚至还希望说把它变成最小功能化 因为你最重要的是要去做什么 是做这个资料清理这件事 所以最常用的功能都一定在左上角 而不是右上角 这个叫管理 应该翻成 这是苏扭的意思 苏扭 好了 请点这个苏扭 苏扭 资料表 苏扭 请选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可是我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现在是不是落在以变更类型 对不对 因为当你今天做什么事情 他要记录 他要记录 为什么要记录 因为你在为新的档案 2022年3月的进口资料 2022年4月新的进口资料的时候 请问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要不要重复再做一次 要 所以他会帮你记录在这个地方 到时候你只要点重新整理 他就全部帮你跑了一遍 这样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要点这个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点下去 来 请你到这个Power Query编辑器 点选资料表书牛 资料表书牛 然后请选第二个动作 请点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好 我再讲一遍